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4年1月19号 周五晚上的6点15分 尽管美国股市是2024年开局不利 圣诞行情也是打了点水漂 但丝毫不影响美股的强势走势 今天美国股市是全线大涨 标普500指数终于是收盘 创下了历史新高 收到了4839.81点 目前的四大指数除了罗素外 什么标普纳指道指 全部都是创下了历史新高 罗素这边还差着百分之几十 略微的路程还有点远 今天的市场是受到半导体科技股的提振 像什么纳指今天大涨了1.9% 那么是零涨市场 今天的道指表现也不错 今天道指是涨了1.05% 今天的道指里边的有一只股票TRV 它是我的持仓股 它今天暴涨了6.72% 为什么说它暴涨呢 因为作为一只保险股来讲 这么大的涨幅确实不容易 那么我本身也是持有这一只保险股 在10月25号建仓之后 目前三个月不到的时间 已经是差不多有30%的利润 那么作为一只振幅不太大的股票 其实这种表现已经是非常满意了 不知道有没有当时也是建仓了这只股票的朋友 如果有一同恭喜大家 那么这只股票实际上 我跟大家还是简单说一下它的财报 和对它未来的一个展望情况 这只股票呢 总体上第四财季的财报是非常的抢眼 每股收益是7.01 超过市场预期的每股5.1 和去年同期相比的3.4也是大幅上涨 那么营收是109.3亿 高于市场预期的101.8亿 也高于去年同期的96.4亿 第四季度的聚灾损失只有1.25亿美金 明显低于去年同期的4.59亿 综合成本率是85.8% 这个综合成本率是干嘛的呢 它主要是用来衡量像保险公司 这种公司它的承保能力和盈利能力的 一般说低于100%的值呢 就表明它的承保是有利润的 如果你看到它的综合成本率超过了100% 代表它的承保是亏损的 另外它的首席执行官表示说 今年取得了非常强劲的业绩 我们对2024年及以后的定位充满了信心 简单来说一下这只股票目前的估值情况 这只股票的情况 我现在把24年的前瞻估值 就是今年截止到12月份的和大家做了一个更新 212到343中位是277 所以你看到这个股价就知道 才刚刚爬升到前瞻估值的下限位置 25年由于还有一个前瞻盈利的增长 我回头调整完了之后再和大家进行更新 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只股票暂时还可以继续的持有 它的征程才刚刚开始 从价值层面来讲 仍旧是一只可以值得投资的股票 我暂时对它没有任何的加减仓计划 如果后面能看到比较不错的 奇稳 回踩 横盘 到时候再尝试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加加仓 因为目前这轮的拉升也是比较的猛烈 中间几乎是没有什么像样的回调 所以一般这种走势 我个人就当成什么 当成一个吃肉行情算了 其他的你让我去追着去加 我需要它等一些技术面的筹码的稳定 然后再去考虑什么地方去加 好 这是对于TRV 另外回到头来咱们来讲讲 今天的整体大盘走势 还有为什么在标普新高推动大涨 以及为什么说这个formal情绪是真的来了 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今天在标普的11个板块里边 有9个板块在上涨 所以是一个普涨 如果要说原因 就是三句话解释 第一个原因 是基本面的 属于这个叫做经济数据的小幅推动 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这边是跑到了78.8 远高于预期的70 还有上次的69.7 而且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 是从3.1降到了2.9% 未来五年的通胀预期 是从2.9%降到了2.8% 但这个它不是今天普涨的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今天是一个放量上行 主要还是后边的这两个原因 什么原因呢 第二个原因是标普的历史新高 它这个formal怕错过的追涨情绪是终于起来了 第三个是期权今天的冲击 我把这两个合在一起和大家来讲一讲 实际上今天市场上一共有超过3.4万亿美元的期权 名义厂口 3.4万亿的名义期权的厂口到期 其中有1.3万亿美元是标普的指数期权 还有差不多1万亿左右的是单一股票期权到期 这是自2022年1月以来有记录以来的第三高 与此同时还看到了另外在末日期权 就是后来推出的这个零日期权 它现在每日的这个价值仍在创下新高 说明什么呢 说明大家对于这个末日期权 零日期权的这种交易是越来越火爆 你可以看这个柱子是拼命的暴涨 标普是在2022年1月3号创下历史新高以来 截止到今天已经有746天没有出现新高了 今天终于是打出高点了 现在一回首一看 差不多都是接近两年时间了 昨天实际上在市场走完之后 我在节目里谈到过 我说市场已经做好了标普要去打新高的准备了 这个时候的FOMO情绪 就这种怕错过怕踏空的情绪 其实已经开始起来了 这里和大家看一个东西 就是标普500指数的这个伽马值 就是一个期权的伽马值的多头厂口 现在只有7.8亿美金 这是多少呢 这是自11月1号以来的最小的多头头寸 这个伽马曾经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达到过100亿的多头峰值 你看差多少倍 10倍多对不对 今天历史第三的期权到期之后 预计我们看到这条红线 看到没有大家 红线再往下就是零 零下方就是负伽马值 预计伽马将会在下周转为空头头寸 那么这里大家可能有点不是很明白 就是说这个伽马厂口 它是干什么的 有什么用 这个伽马的厂口 它主要是由做事商持有 做事商在持有正股 同时卖出期权给看涨买家的同时 它要进行伽马的对冲 去保持一个中心策略 那么伽马一旦转为负值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有大量的资金在追涨 看涨期权 因为他们是作为卖方 所以这个是坐实了 现在的former情绪 怕错过 怕踏空的情绪 已经非常的强烈了 那么它发生了之后 后面会有什么情况呢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就是下周 未来的一两周 我们可以看到 说不定这个标普呢 还能一鼓作气继续的大涨暴涨 都是有可能的 伽马这边熔断加上伽空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 借助着市场的追涨情绪 高位放量出货 等待正股完成出货之后 同时布局了空头 后边呢 咱们可能会看到 连续以周线级别下杀 就是连续的周线级别的下杀调整 这种情况在哪里见过呢 在之前的一些散户抱团股 大家还记得吗 有一些散户的那种抱团的小股票 投去股票上 经常会看到 先是不讲理的嘎空暴拉 然后又是无理头的连续暴跌 等都杀光了 然后再继续上涨 重新来一轮 那种情况就是同样的状况 所以未来几周的行情 就有点意思了 到底是嘎空厉害呢 还是出货更坚决 相信咱们很快就能看得到 所以大家说 那现在怎么办呢 到底什么策略呢 这个策略呢 根据你的多空不一样 如果你是已经持仓 做多股票的 现在做多 你肯定是继续持有的 放量 阶梯式放量上行 你没有必要现在一定 比如说你做了标普的ETF的 你没有必要现在去卖 完全没有理由 你就不用卖 你就继续的坐轿子 等着别人抬轿子 只要你看到市场的成交量 维持的不错 而不是缩量的不断的上涨 比如这个柱子高低 是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然后价格还在上涨 只要不是这种情况 只要是持平的成交量 甚至增量上行 它还在上涨 这就没有问题 反之缩量就是有问题的 所以只要你看到这样 就是别人不卖 你也不要去卖 你就继续等就好了 好吧 继续持仓 等待就可以了 好 那么说至于做空的怎么办呢 做空的 现在就必须得接受一个现实 就是现在的恐慌的抛售情绪 还不是主流情绪 刚才讲的formal的追涨 怕踏空 才是现在的主流情绪 空头的能量 它需要积累 至于什么时候 能够累积到位呢 这个时间点 精确点是判断不了的 有可能 比方说一天 就给你跌个2% 那一天就形成了恐慌了 就可以足以 把这恐慌情绪累积起来了 或者每天 给你跌个0.3%到0.5% 跌上两个星期 然后慢慢才跌破位 那这种情况 可能那得起熬了 对不对 所以你没法知道 它是什么时候 会把这个空头情绪 给累积到位 那么但是目前标普的周线级别 它确确实实是发生了 ISI的顶背离的 这个确实是出现的 这个顶背离要以周围时间来修复 你要说它暴涨修复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未来就是超买了 未来还是得跌 对吧 还是得回来去修复 要么就是下跌去修复的都没问题 涨和跌其实都可以 但是一定是出现了这个背离的情况 无非就是下跌的时间 你现在判断不了而已 这个顶背离是空头目前唯一可以指望的一个辅助性的指标 不是说出现了顶背离马上就能做空了 绝对不是这样的 这个只是一个辅助指标 所以现在空头 其实如果你持仓一直在扛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受 好 那么看一下 既然看到了市场的风沫情绪在起来了 那么这个机构们到底在做些什么呢 咱们来看一下 1月18号 截止到1月18号之前的一周 部分的主动机构的持仓方面 随着那一周股市的上行 其实他们是在继续的减仓的 他们的持仓量来到了23年11月初的水平 上面一张图是部分主动型基金的持仓 下面一张图是标普的走势 你可以发现 它其实和标普的走势出现了速率上的不同 和部分的背离的情况 这是机构 一类机构 还有一类对冲基金 对冲基金的多空对冲策略 还是在拿科技股 在拿科技股 但是现在分散到了更多的其他的科技股上 不是说一定要拿着科技权重了 由于最近的科技股 大家知道涨势很好 半导体你看涨了多少 连续两天 费成半导体涨超过3%对吧 所以他们这个策略 目前也是扭转了12月以来的亏损 收益是大幅上行 所以机构这边也都是赚麻了 在最近的市场里边 好 那么还有一类情况是大家要注意的是 目前股票的走势 由于刚才上面说到的几个问题 其实他们暂时 几个问题的原因的推动 看上去表现不错 但实际上它和利率市场 暂时是脱节的 利率市场实际上现在 是已经在重新定价3月份的概率 就是降息概率 今天已经是跌到了只有51%左右了 如果再跌下去跌破50% 估计市场到时候就该拿这个出来说事了 因为那个时候国债收益率会继续上行 会继续攀升 一攀升又说了科技股太贵了 泡沫太多了 然后又要打压了 对不对 这个不就是来来回回这么跟烙饼似的翻来覆去吗 就这几件事是吧 所以目前大家要知道暂时是一个脱节状态 而指数的上涨为什么 刚才讲到的那三个原因 那三个原因 另外说一下关于大盘的目前的期权的情况 大盘的标普和纳指100的期权 put这边持仓还在累积 加速累积比昨天更多 再创几天来的新高 你说它是正股保护利润 继续的谨慎看涨也行 你说它的put是做空也可以 因为这个里边的关键 是看它正股是怎么去持仓的 因为它是同时持有正股 然后用put 也有可能是直接裸put 对吧 都是有可能的 这个很难去确定 它到底是保护还是直接看空 因为你两者里边很难直接联系起来 比如哪笔put期权是哪个正股持有者所有的呢 你说的清吗 你说不清吗 你不可能是记名吗 对吧 你说我买了一张put 我还写上名字 告诉大家是谁买的 然后我买了多少正股 对吧 没有这样的 机构的你也看不到 所以目前的情况 就这么个情况 市场还是处于一个怎么说 正股愿意涨就涨 但是机构部分减仓 然后put去加一些保护 相当于把保险费往上提一提 目前的标普是已经创下了新高 我在这个周末的时候 会去发一个关于点位的调查预测 在咱们的频道页上 看看咱们频道的朋友 对于标普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 你认为目标点位是多少 希望大家届时踊跃参与 好吧 咱们都互相能看得见 因为你投完票 你能看到别人是怎么看的 市场的情绪到底如何 好 然后最后来说一下 关于特斯拉的情况 我多提一嘴 特斯拉的目前的情况 在今天的市场期权结算之后 出现了一些点位上的变化 几个关键位置和大家讲清楚 由于我还持有它的投机的看涨期权 那么它今天其实收盘是守住了210块钱 又跑到212的上方了 这个收盘就收的非常的 怎么说呢 非常的无奈 就这个走势 下游下不去 但是上下上不来 今天盘中的时候 大量的在210的期权已经是平仓了 所以210块钱不再是期权 现在的关键位置 不再是了 昨天还是 今天就已经不是了 那么下个星期又是财报 财报后的波动 目前由几堵非常厚重的期权的墙堵在那里 向上最大的位置分别在225块钱和220块钱 向下最大的位置在200块钱 如果财报之后 啪啪往下一跌 那就不用说了 对吧 之前我投机上涨的期权肯定是变废纸了 肯定是全部亏损 那么如果财报之后是向上涨 接近220块钱 那么就用小亏损平仓 运气好的话 可能或许能保本平仓 如果它直接能跳到接近225 那么就可以小获利平仓了 那么在财报之后去平仓 无需等待230块钱了 因为现在前面还有两度强等着 暂时等不到了 因为最近利空消息实在太多了 昨天跟大家讲过 好吧 这是给大家做的一个跟踪 大家的自行判断 根据你的多空策略来去做 好 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讲的全部内容 讲的东西比较的快 内容不多 这个到了周末了 也是大家轻松一下 说太多了以后 大家可能也不一定听得完 那么到了周末 还是跟大家预告一下 本周的会员节目 那么本周仍旧去讲财报 本周的财报比较的少 所以我在视频末尾会和大家 跟踪一下最近的大盘的展望 包括技术面 还有基本面 我是怎么去看待目前市场的走势问题的 好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 咱们还没完事呢 就想结束了 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另外还预告一下 到了周末的时候 去更新Reno答疑的答疑帖子 如果你加入这个级别 就会看到一个带有QA标志的帖子 那么每天你在里边可以提问 那么每周我会更新一个全新的帖子 在里边问了以后 每天我都会抽空回答 好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 和持续不断的点赞支持 祝大家周末愉快 市场非常不错 打出新高 那咱们就期待更多吧 轿子抬起来还是很爽的 不要想太多 顺势而为 做多的 目前继续先持有为主 好 这个是咱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好 祝大家周末愉快 那咱们就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